喂 我今天 刚好临时要处理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 会晚一点回家 会很晚吗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是要跟赞助商吃饭 然后想说最近能不能 多拉一点宣传合作 我今天也有可能会加班 那你别太累了 注意身体 我们回家见 回家见 如果你非要提这些话题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不是讨厌 是过去的就应该让它过去 回忆是美好的 我变了 你也变了 是说我该向前看了 季沫 季总 这么巧啊 为什么若南会跟你在一起啊 我们俩刚谈完工作 顺便来吃个便饭 不打扰吧 所以 这就是你说的投资商 萨曼萨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认识季沫 你也认识季总吗 她是我男朋友 她没告诉你吗 上次没拿名片 我已经入职一时上了 我现在呢 是一时上的设计总监 是季总的下属 居然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也觉得呢 我们两个 真的很有缘 其实很多的缘分跟巧合 那是人们刻意引导的 我接触过的很多客户 都用这一招 利用缘分拉进彼此的关系 百事百灵 不过这招对我来说不好使 因为我用过太多次了 所以 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说来也巧 有一次她不小心撞到了我的车 就这么认识了 Irving 我 G 走什么走 你心里有鬼 这么急着走 没有 既然大家都认识 那也快吃个饭吧 好啊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打搅到你们 好啊 一起吃啊 那就一起吃吧 好啊 来 若南 我帮你点了红枣茶 安神 她喝红枣茶会上火 你最近嫂子不好 来点清淡的 你喂我喝吧 你刚刚才會拿 Marc 你吃 seit qui 你干杯 你吃吧 你吃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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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弄着干嘛 吃菜呀 菜都凉了 快 冻筷子 我开玩笑而已 咱俩吃 你撞车的事怎么不告诉我 你新招了女下属怎么不告诉我 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 我 反正你少跟那个萨班萨接触 为什么我不能跟她接触 是不是害怕我发现什么猫腻 对不起啊 季先生 今天打扰你吃饭了 我就是看她胃疼 才带她去吃饭 你跟赵雨晨吃饭不也没告诉我吗 看她胃疼就带她去吃饭 怎么不带她去医院呢 干脆带回家照顾好了 真好啊这个老板 这么怜香惜玉 干脆我也辞职好了 就做你的下属好吗 好啊 你听不出来我在生气吗 有这么不明显吗 就是上下级关系 不是你想的呀 第一 谎报军情 跟异性吃饭还不报备 第二 看到女下属可怜就心疼 这是出轨的信号 渣男的预兆 第三 当着大家的面前说我不讲理 我不要面子的 真的是吃里扒外 胳膊往外弯 第四 第四吃饱了 不忍笑 还没炒完 干吗 吃打嗝啊 好了吧 好什么我还在生气 带去吃饭 蒸脸香惜玉 我有说你可以亲我妈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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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